预警把比利送出大门 五年的牢狱生涯今天终于化成句号 外边白血哀哀 衣服穿的也不多 不一会儿就被冻出了尿衣 比利按下门铃 他想回监狱里面去撒尿 门位不举 只能坐上末班车先到城里再说吧 到了车站 比利已经憋得很难受了 在车站大厅里寻没半天 接过厕所在维修 捂着裤裆跑到马路对面 咖啡厅也没有开门 还好旁边空地上停着一辆车 干脆就躲在车后解决吧 应该没人看见 谁知正准备拉拉链 就有人来把车开走了 比利快憋疯了 走路都一蹲一蹲的 还好一家舞蹈教室开着门 比利溜进去好不容易找到厕所 旁边的肥仔却不停地往下瞄他 一顿蹂躏终于把肥仔赶走了 结果又起得尿不出来 哎 撒个尿也太难了 比利沮丧地走出厕所 他先给父母打个电话 毕竟已经五年没和他们联系过了 可是 打电话需要投币 比利身上也没有带钱 这个时 准备过来上次走的雷拉 和他擦肩而过 比利便问他借了个硬币 打电话过去 父母都快忘了有比利这么个儿子了 比利说他自己这几年混得不错 住高级酒店 坐飞机也四次偷等舱 还说要给他们带个媳妇回去 可比利哪来的媳妇 电话告断之后 雷拉再次路过 比利灵机一动 一把捂住雷拉的嘴 把她的后面拖出去 上了雷拉的车 比利因为尿一直撒不来 脾气暴躁得很 对着雷拉大呼小叫个没完 雷拉也不反抗 一路乖乖的 比利这样干啥就干啥 让她把车停在路边不许开走 她还真的不开走 比利跑下车 找到了棵树 终于把历史遗留问题给解决了 小伙爽得不要不要的 挥到车上连着声音了好几声 情绪也终于稳定下来 她给雷拉温柔地道了个歉 说明了自己绑架她的用意 她要雷拉跟自己回趟家 装作自己的妻子 见她的父母 让她看起来不失体面 雷拉虽然这要求有些奇葩 但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还是有些真诚 看起来不像是个坏人 便也答应了 到了家跟前 比利突然紧张起来 坐在门口缓了好一阵 她鼓度勇气去敲门 是爸爸开的门 可她脸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久别重逢的喜悦 一副挨打地的表情 儿子回不回来 仿佛都与她无关 四个人围坐在桌前 大眼瞪小眼 尬了半天 真是诡异至极的感情气氛 爸爸把头转向一边 不想和儿子有任何目光结束 妈妈热情地 端了一盘巧克力天津圈 比利无语到了极点 她对巧克力过敏 小时候 就是因为妈妈给她吃巧克力 把她弄进了医院 差点没了命 而现在 居然还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给忘了 这是当妈的吗 儿子不想搭理他们 老两口便转头找儿媳妇聊 雷拉很入戏 聊得也很欢 妈妈拿出老巷子 给她看比利小时候的照片 其中一张 比利抱着一只小狗 乖巧得很 关于这只小狗 后来怎么样 爸爸早就记不得了 但比利记得很清楚 他刚把狗狗抱回家 爸爸就对他一顿筹码 而且不顾小比利的哀求 直接把狗狗掐死 这就是一个父亲的所作所为 吃饭的时候 父子俩又因为一点 鸡毛蒜皮的小事 吵得不可开交 雷拉找机会把戏抢了过去 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合不上了 他动情地说着他和比利的相识相爱 可老两口根本就没咋搭理他 爸爸望着天花板假装看风景 妈妈则把电视的声音越开越大 他是水牛城队的狂热球迷 他上一次错失水牛城队的比赛直播 还是三十年前 那一晚他正在生小比利 而那场比赛水牛城还夺惯了 妈妈一提这个就气得不行 说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生过他 显然对他来说 儿子远远没有自己支持的球队重要 比利对于水牛城队也不可能有好印象 五年前 水牛城时隔多年再次闯入决赛 受到母亲的影响 比利也无条件支持水牛城队 还在庄稼那里下了重注 一大笔钱 结果 因为水牛城队球员斯科特最后的一记失误 水牛城输掉了比赛 比利还不起钱 黑老大就要挟他 让他去帮一个人顶罪 坐了五年的牢 这次出来 比利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杀了让他遭受着一切痛苦的罪魁祸首斯科特 从父母家出来后 比利带着雷拉去了保龄球馆 这是比利最喜欢来的一个地方 他从小就有极高的保龄球天赋 他在这里的储物柜里藏了很多东西 初恋女友的照片 小之后拿着各种保龄球冠军的奖杯 当然 还有一把袖针手牵 他知道斯科特现在开了一家脱衣舞俱乐部 打电话过去问 各种人员说 斯科特一般凌晨两点才过来 可现在才八点 雷拉提议先找个餐厅做下盒杯东西 两人刚坐下 旁边也来了一对情侣 比利马上用手把脸捂住 衣服生怕被认出来的样子 雷拉觉得女的看着远熟 想起来刚刚在柜子里的照片 正是比利的初恋女友 比利马上带着雷拉逃出了餐厅 他们去了旅馆开了间房 比利也说了和初恋女友的故事 他俩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认识了 比利喜欢他喜欢他要命 天天盯着他干 女孩非但瞧不上比利 还使劲嘲笑 看什么看 拍个照回去慢慢看好了 小比利本来就脆弱的内心更加破碎了 他从此以后没有交过任何一个女朋友 当然他对雷拉也一点不感兴趣 雷拉虽然是被他绑架而来 却早就对这个外表冷酷 内心柔弱的男人动了情 在他的感化下 比利也慢慢撤掉了内心的围枪 比利依偎在雷拉的怀里 沉沉的睡去 半夜两点 比利醒来 他还有任务没有完成 他走进斯科特的夜店 一枪把他抱头 然后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 随后 比利的父母坐在他的目旁 依旧势不关己 勾勾挂气 爸爸着急回家吃饭 妈妈还是在听着球赛广播 儿子的死对于他们根本不是个事 只是 这些都是比利的脑海中想象的 他站在斯科特的面前突然怂了 他发现这样死没有丝毫的意义和价值 他走出店门扔掉了手心 带着雷拉一起远走高飞 本片是根据导演本人的亲生经历改编而来 比利的父母就对他极度冷漠 放任到了极点 他的内心极度脆弱 狂躁而孤独 自卑又自恋 还带有些神经质的反社会人格 而女主就像是幻有斯德哥尔摩综合正本 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这个绑架了他 一路上也没有给过好脸色的男人 生命中有一个人愿意来安慰陪伴孤独自卑的你 带你学会爱重拾自己 这是何等的幸运和幸福 这是何等的幸运和幸运